中国的科研实力竟然也有让美国忌惮的时候 这次不是我们自嗨 而是西方国家集体这么说的 在澳大利亚智库报告中 中国在23项尖端技术中 19项技术排在榜首 碾压了其他国家 英国一家调研机构的论文数量和质量排名中 中国三大指标全部排名第一 连续两年超过美国 就连美国本土科学杂志自然 2022年的贡献排名中 中国也首次超过美国 这就让有些人受不了了 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代表了他未来的科技潜力 每一次我们的科技实现突破 总有人拿科研成果 说我们科技大而不强 嘲笑我们的科技成果 这一次我们科研实力也实现了反超 结结实实的打了他们眼光 但是更难受的是美国 你可能不相信 中国科研实力快速增长的背后 竟然有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功劳 甚至我们多年来人才外流的困局 都是他们帮我们解决了一大部分 这件事咱们还得从董王说起 2018年董王上台后 就开始酝酿让美国再次伟大 他们第一个针对的目标就是中国科技 在董王看来 中国科技赶上美国 那一定是有蹊跷的 于是他就派人调查了一下 发现中美竟然有很多科学领域的合作 虽然这些科学合作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但董王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一定是中国通过这些科学合作 偷了美国的技术 然后美国国家安全司 就提出了一个叫中国行动的计划 这个计划对外宣称 是要找到隐藏在美国科学家中的间谍 对内要求所有科学家都要向美国汇报 他们与中国的合作对象 聘用关系等等 而那些华裔科学家就是重点关注对象 本来这也没啥 毕竟中美关系不好 人家审核的严格一点也正常 但是让很多科学家没想到的是 美国竟然明着找间谍 安地里却做起了科学脱钩的计划 安全司不仅要求科学家 交代和中国的交流项目 还要审查他们的过往经历 资金往来等等 尤其是华裔科学家最为严格 就连他们远方亲戚走动都得主动交代 一旦有一点点的遗漏 就会遭到安全司的严格审讯 这就把美国科学界给吓了一跳 要知道 华裔一直都是美国科学领域的中六砥柱 就拿人工智能来说 美国虽然还处于领先 但是真正了解内幕的都知道 谷歌 微软等公司内部项目里都有中国人 一些大型项目 甚至有好几个华人 这些人研究的还有些是美国的国防项目 引起了美国很大的轰动 至于其他领域的实验室 也有大量的华人 这些人还都是实验室不可替代的实操人物 他们负责的任务是枯燥乏味 可重复操作的环节 需要很高的专业和耐心 对于美国人来说 科研这种坐冷板的 哪有金融 科技行业有前途 因此美国研究所的主任 更愿意招收亚裔 而中国人的专业素养更高 一直以来都备受欢迎 久而久之 美国科学界就积累了很多华人 他们有的是基础中间力量 有的已经成长为项目的领导人 现在这些人都被叫去调查 搞得美国科研进度都有影响了 因此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感到不满 他们开始大量关注这件事 随着真相一点点被挖出来以后 美国科学家们再次震惊 因为安全司针对华裔科学家 已经不能用审查来形容了 而是迫害 你没看错 真的是迫害 而且规模之大 力度增强在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 比如2018年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对马里兰大学医学院 终身教授陆武元启动调查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负责美国生物 医学等领域的政府资金审批 是美国相关领域 科学研究的最大资助者 可以轻易决定 一所大学学术研究的生死 因此刚开始时 陆武元非常配合NIH的调查 主动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料 包括与中国机构签署的 中英文合同复文 项目的资金来源等等 原本陆教授以为 只要证明自己不是间谍就可以了 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NIH要的根本不是这些 而是荣誉证 有没有中国资金支柱等等资料 陆教授压根就没有这些东西 当然给不出来了 他们就时不时的找陆教授调查 向学校施压 无论陆教授提交了多少份报告 无论他从任何角度证明 自己不是间谍 NIH始终不接受 但是他们又找不到证据 只能持续的施压 时间长达20个月 在无休无止的辩论拉扯之后 陆教授总算是看明白了 NIH要的不是证据 而是断绝他的资金 陆武元教授最终选择不再辩解 而是主动放弃了马里兰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 转而在复旦大学任教 与陆教授有同样遭遇的 还有北卡罗莱纳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熊悦 他同样遭遇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反复调查 在调查的过程中 NIH还不但对北卡罗莱纳大学施压 如果北卡罗莱纳大学不撤换熊悦教授 那么整座大学从NIH获得的近10亿美元的资助 都将面临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北卡罗莱纳大学只能选择弃足宝居 要求熊悦教授离职 然而 这还远远不是美国政府的下线 甚至对比下面这些华人科学家 陆教授和熊教授的遭遇还算是幸运的 起码他们没有遇到牢狱之灾 2019年 美国司法部起诉 堪萨斯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陶峰 说他未能披露与中国大学的利益冲突 美国检察官向法院要求 对陶峰处义长达两年半的监禁 2021年1月 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华人教授陈刚 遭到FBI逮捕 理由同样是未能披露与中国的关系 更有甚者 FBI还对田纳西大学 诺克斯维尔分校的胡安明博士 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跟踪监视 FBI不仅监视他的工作 生活 甚至还监视他在美国上大学的儿子 然而 在长达两年的跟踪调查中 FBI都没找到任何胡安明博士 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即便如此 美国联邦检察官依然提出了诉讼 理由还是老套路 未能披露与中国的关系 但实际上 胡安明博士与北京工业大学的科研合作 是公开透明的 在田纳西大学校方的官方资料中 一直都详细地介绍了 他与中方科研人员的合作项目 相当于官方渠道的合作 就这还说没有披露 根本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然而 美国检察官依然对他提出了指控 声称胡安明博士隐瞒了 他与北京工业大学的关系 从而在NASA获得研究资金时 欺骗了美国政府 证据是谷歌翻译的一段中文新闻稿 最终经过几个月的审理 最终法院判决对胡安明博士的六项指控 均不成立 胡安明博士也得以无罪释放 然而经过这么一闹 胡安明博士也失去了 在田纳西大学的终身教职 学术生涯遭遇沉重打击 这些还只是美国科学脱钩的几个小案例而已 在整个行动中 总共起诉了148人 其中88%的被告是华裔或者华人 可笑的是 这些案件基本上都没有证据 能够证明他们参与了科研乃至商业机密的泄露 都被无罪释放了 但是它的影响却在扩大 华人科学家们几乎是人人自危 中美之间的科研合作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科学脱钩 美国政府初步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目的 但是这种系统性的迫害 却让美国很多科研工作者都看不下去了 全美各大学2000名学者联合起来 写信给美国司法部长 要求停止对华人科学家的审查 不少知名教授和媒体同样都站了出来 主动为华人科学家说话 比如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教授 德伯拉·塞利格森直接拼命美国 身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 对于谁从中国的合作中 互益的认识比较落后 就连美国华尔街日报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发文说 与中国科学脱钩损害的是美国的利益 会拖慢美国在生物科技 清洁能源和电信等关键领域的科研 美国科学家和媒体 非常罕见地集体反对科学脱钩 懂罕搞科学脱钩是为了减缓中国科技的发展 选择对华人科学家下手 也是认为中美科学家合作 中国是占便宜的一方 但实际上 在美国科学家看来恰恰相反 美国才是科学合作中获利的一方 例如在2017年到2021年间 美国科学家在纳米科学领域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有27%是中美合作的结果 而这些成果只占中国科学家此类研究的13% 在电子通信领域 这样的差距甚至更大 中美合作成果已经占到美国此类研究的33%以上 却只占中国科学家科研成果的10% 换句话说 美国政府在做决策之前 根本没有与科学界进行沟通 没有搞清楚 中国的科研实力已经是尽非细笔了 因此董王对华人科学家的迫害 不但没有让中国遭受损失 反而拖慢了美国整个科研项目的进度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更重要的是 越来越多的华人科学家开始认识到 自己在美国并不安全 于是就主动辞职回到中国搞研究 而且数量非常多 根据哈佛大学等高校收集的数据显示 单单2021年就有上千名科学家回流中国 2022年 这个人数高达1400多人 中国这么多年都无法解决的人才流失问题 竟然让董王几年就给搞定了 不得不说 董王川建国的称号真不是白叫的 科学杂志主编霍顿索普更加愤怒 直接公开批评美国 说这些指控和调查 不仅摧毁了科学家的职业生涯 还削弱了整个科学界对政府的信任 而历史告诉我们 这种开倒车的行为 不仅不能帮助美国稳固 摇摇欲坠的科技霸权地位 反而会加速美国霸权的瓦解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 美国就爆发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美国就对一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者 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 造成的结果就是 美国的科研环境遭到重挫 而中国有很多科学家 就是在那次行动中回流的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是美国曼哈顿工程的负责人 领导了二战时期美国核武器的研发工作 因此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但其实奥本海默在原子弹研制的后期 才认识到他亲手释放出了一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奥本海默担心威力强大的核武器 将会把人类带上泛节不复的道路 他还曾向美国政府提议 能不能只选择一块无人局 做一个示威性的核弹轰炸来阻止战争 这样的提议显然没有得到通过 当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之后 奥本海默认为自己释放出了一个杀人怪物 非常自责 因此他就不想再研究清淡了 而是要研究和平的利用核能 本来这也没啥 毕竟想不想研究那都是个人意愿 你不愿意别人也没办法 没想到二战结束之后 美苏爆发冷战 美国议员麦卡锡认为 苏联政党已经渗透到美国政府里面 必须要清除这些间谍 然后他们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 只要有一点问题的官员和科学家都会被指控 奥本海默出于良心而不愿继续研制核武器 就被FBI认为他拥有共产主义思想 然后奥本海默就被FBI全面调查 他们给他罗列了整整24条罪证 指控他对美国不忠诚 当时有很多科学家为奥本海默说话 抗议美国这种无理由的迫害 最终听证会认定奥本海默不存在对美国不忠诚的行为 但此时的他已经被剥夺了一切安全特许和权限 禁止他与一切原子能项目产生接触 一个原子弹之父就这样 被美国政府硬生生的给毁了 美国对奥本海默的迫害是自断一臂 那么对钱学森的迫害 则可以说直接助攻中国科学的崛起 作为一名中国人 在上个世纪50年代 钱学森也遭遇到了FBI的指控 并撤销了他的保密通行证 让他无法再接触到任何可能涉及机密的文件 最后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将钱学森软禁了5年 前老的导师冯卡门和同事 多次给美国政府写信 亲自保证钱学森是清白的 但都没有用 最终在中国的介入下 美国才终于同意将钱学森放归中国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前老在回国之后 不仅领导了我们的原子弹和导弹研发事业 而且帮助中国建立起一套科学发展理论知识 可以说直接帮助中国科技崛起 奥本海默和钱学森的事情 证明了美国对科学家的迫害是损人利己的 因此麦卡锡主义就成为美国政坛一个非常严肃的名词 通常是用来批评某个政客过于激进 如今美国又开始针对华裔科学家 这和麦卡锡主义有啥区别 谁又能保证70多年后 这些科学家中会不会再诞生出极为重磅的科学家呢 这也是美国科学家指责政府的原因 明明历史可以明鉴 偏偏总是喜欢自断手臂 反观中国 在美国开始迫害华人科学家之后 我们的中科院各个大学企业开始拼命招揽这些人才 在这股科学家回国的浪潮中 还出现了欧美顶尖科学家的身影 德国马普索的八位顶尖科学家 集体加入了中科院 原因是他们因为研究过程中的动物实验 遭到了极端动物保护组织的死亡威胁 而在欧洲动保政治正确的氛围下 德国马普索居然不仅没为他们辩护 反倒连忙与他们进行了切割 宣布放弃相关领域的研究 要知道 德国马普索可是欧洲乃至世界最顶级的研究所之一 出过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连这样的顶级科研机构 都没办法保证科研人员的安全 也难怪 这些顶尖科学家要投奔更加开放 更加包容的中国了 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AI语言识别大牛 丹尼尔波威身上 他开发了业界广泛应用的语音识别工具库 CALDI 可以说是相关领域无人不知的技术大佬 然而 丹尼尔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时候 学生组织了一场对校方政策的抗议活动 占据了他的机房 为了保住自己的研究数据 他出面进行了反抗议 结果因为抗议学生中 有很多黑人学生 丹尼尔就被指控是白人至上主义 其行为是在进行种族歧视 在强大的政治正确压力下 丹尼尔被校方停职 丹尼尔怒而宣布辞职 转身加入了小米 直言还是中国公司更加无实 也正是在欧美这样的神助攻这下 大量的科学家留下了中国 原本中国的科研成绩 只是要赶上美国而已 在他们的助攻下 我们已经有了超越的迹象了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今年9月20日发布的统计数据 2022年 中国各学科最具影响力 期刊论文数量 达到了16349篇 占世界总量的30.3% 首次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以前我们科学家 吸引力不如美国的情况下 都在很多领域实现了超越 现在在欧美的各种操作之下 我们的科研环境 已经是世界顶流了 全世界的顶尖科学家 都在流向中国 我们的科研崛起速度 将会更快 而且将是各个领域 各个方面全方位的崛起 好了 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加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见